馬鈺文等於是公開承認 他是被檢調洩密的對象 這等於是他公開正式 這承認是第一個 對外證實檢調有洩密 所以這個東西如果不查就太扯了 你看都傳了林傳媒 林傳媒連總編情都被傳去了 結果這個始作 不要講始作俑者 最早一開始講這些人家質疑的 正常不公開的這個禁週刊 到現在為什麼沒有查 法務部政部長請你要求 北檢把這個案子叫出來 給高檢來查 高檢來查的話至少大家比較相信 你不是自己查自己嗎 但是我必須講 柯文哲現在當然第一個 他圖立罪被起訴 可能會被起訴 這個他必須要自己去面對 但是重點在柯文哲案暴露出來的 我們檢調的問題 這樣的司法的一種漏規漏規 我覺得這個比科案本身還嚴重很多 其實科案辦到現在啊 我真的只能有兩個字形容北檢 叫做低級 真的是低級 你對比陶檢 陶檢是自己開記者會進行去搜查 法院不同意他照樣抄 抄到東西 因為他確定有東西嘛 那這麼低級的狀況 真的是有夠糟糕 而且還有一個新的民調 臺灣民進基金會做的這個民調 關於政黨支持度的部分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政黨制度有一些變化 好吧 那我們先對洩密案的部分先來討論一下 執政黨你怎麼看馬玉文被傳喚 這個當然因為馬玉文等於是公開承認 他是被檢調洩密的對象嘛 對 這等於是他公開正式 這可能是第一個 對外證實檢調有洩密 所以這個東西如果不查就太扯了 因為全國都在關注嘛 沒錯 所以我覺得三立的馬玉文勢必被傳喚了 而且也不是有傳說說他已經加入了 林立黨某派系嘛 在運作嘛 那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 是準備要那個嗎 因為他聽說他加入的派系 不是這個當今聖上的那個派系 所以他就被 我猜他就因此馬上就被傳喚了 倒是你剛剛講那個靜檢 真是金剛不快之聲 真的 你看歷經的七八年 從我們馬前總統時代 他不是洩密的那個三中跟那個 疑似洩密 我們當然從法律用語來講 但是那時候北檢自己查自己 簽解了 對 然後2019年兩個監察委員 都是屬性比較綠的 一個高永成 一個趙永青 居然查了這個案子說提出 糾正報告 說北檢違反政調不公開 而且北檢檢察長 行太招 就是現在的檢察總長 自己簽解自己 程序未屬妥事 高永成可是一個 這個色彩範律的一個檢察委員 對 他到最近都還公開講說 他就是認為北檢有問題 可是自己簽解自己 這次也是一樣啊 同樣的鏡週刊 同樣的記者 到現在為止也沒有進度 所以我已經公開呼籲很多次了 我在議休禮的節目再講一次喔 法務部政部長請你要求 北檢把這個案子交出來 給高檢來查 高檢來查的話 至少大家比較相信嘛 你不是自己查自己嗎 雖然都是檢察官自己的人 但至少你給一個民政言順喔 我沒有自己查自己 否則的話永遠不會查到 你剛剛講的鏡檢 對 你看都傳了林傳媒 林傳媒連總編情都被傳去了喔 結果這個始作 不要講始作永哲啦 最早一開始講這個 這些人要質疑的 正常不公開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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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鏡週刊 到現在為止沒有查啊 我覺得最荒唐的是上週一 北檢說要查 週二這個鏡週刊 就放了欺騙獨家 完全沒在怕的耶 完全沒在怕 你越講我越做 但就只能代表說他們很有把握 很有把握 囂張啊我覺得是囂張 其實科案好像現在就讓我感覺上兩次 囂張 所以我我這樣講嘛 大家都覺得科案很嚴重喔 但是我我必須講 柯文哲現在當然第一個 他他圖利罪被起訴 對可能會被起訴 但是到底有沒有金流有沒有收賄 是這個重點 然而不管是圖利還是收賄喔 就是柯文哲個人的一個 青年的問題喔 這個他必須要自己去面對 對 但是重點在柯文哲案 暴露出來的 我們檢調的問題 跟這個政美合一 以及這個大蠟你剛剛講的 以堂而皇之的違反政策不公開 你說要查我 我隔天立刻給你放棄篇 這種堂而皇之到現在為止也都沒有查 這樣的心態 這樣的司法的一種漏歸漏歸 我覺得這個比柯案本身還嚴重很多 這也是為什麼你剛剛講的台灣民意基金會 會有將近三成的民眾認為這是司法迫害 對 有五成的民眾不相信司法 其實這很嚴重耶 是 如果是這樣講起來的話 柯案曝露出來的是我們民眾 對司法體系信任感的崩壞 對 所以這難道不會比柯案本身嚴重嗎 那所以我說 馬鈺文被傳喚我們就要接著看喔 如果馬鈺文被傳喚 接下來我們講的這個 你剛剛講的禁檢會不會被傳喚 這是一個重點喔 但是我認為他可能會拖 反正以前有錢力可循嘛 拖到最後自己牽結自己嘛 而且義兄你不要忘了喔 現在北檢檢察長是誰 王俊麗啊 王俊麗是曾經有過什麼資歷 他當過調查局長嘛 是蔡英文任內的 對 最重要的是他當過桃園檢察長 他在任內牽結了兩件鄭文燦的貪毒案 就現在辦啊 所以表示 自動放水啊 如果王俊麗會牽結 這麼囂張的 那我們現在有什麼 道理不相信他會牽結這個 北檢自己的泄密案 所以我才說要移轉給高檢來辦 或者是 或者是法國部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來辦 不然的話你怎麼如何取信於一般民眾 你自己人辦自己嘛 而且王俊麗又是曾經牽結過 放水過的人 你這個問題你怎麼以遭公信呢 所以馬俊文被傳喚 第一個我們要看看馬俊文接下來 當然我們講啊 政法不公開規範的是司法人員 執法人員 記者其實並不受政法不公開的規範 他也可以堅持這個不能透露消息來源 這個是我當過記者 我知道這是記者的天職嘛 那馬俊文如果說他不透露消息來源 我想檢調大概也無可奈何 但至少 因為這個案子要上升到 可能去掉他的通聯那些 至少你要有查的動作嘛 那如果說今天只有馬俊文 而沒有盡週刊 那你表示說 這中間的過程中 確實有很多我們不為人知的 而且現在已經有更高的陰謀論 因為今天講的是說 檢察官跟媒體的結合嘛 所謂的檢媒一體嘛 然後所以有馬俊文聲稱 他經營了七年的檢調的線嘛 但現在有個更 大家更重視的就是說 會不會有政檢媒一體 也就是說 會不會是檢察官去跟 政界的某高層報告 辦案的進度 然後政界的高層再把它轉給記者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情況更嚴重十倍百倍 那表示說檢察官跟 跟所謂的政府高層 根本就是已經沒有所謂那個界線了 然後政府高層就把它同包成一個 它可以運用作為打擊 政敵的一個手段跟方式 這個是 這個政界已經開始有人在流傳了 我相信我希望不是真的 所以這個案子查更加重要 透過抽絲剝繭你講的嘛 去查通聯啊 去追查各個消息放出來的線索 我們今天柯文哲案要查 但是這個案子更要查 如果被翻出來說 確實是有人懷疑的 政減媒合為一體 那可是天大的醜聞 那這個是國家級的醜聞 如果今天檢調把偵辦案件 當成一個情資 遞交給黨政高層 黨政高層再把它拿作為 這個媒體的運用 有時候是綠媒 有時候是什麼 那這是天大的醜聞 那到底是不是我們透過司法 來還原真相 可是司法不能夠是北檢自己查 北檢自己查 一定是如獨同當天的馬英九案 馬英九的山中案查一查 查無實據千解 結果幾年後被 被檢察委員那個糾舉 那有什麼用 檢察官都升官啊 然後習奈昭更是 下一步就是 蔡英文提名為檢察總長 他有受到檢察委員批評的影響嗎 沒有嘛 那這就是造成一個上行下下 如果今天形態之後都可以升官 我王俊麗以後也可能當總長 那我現在剛好 什麼我們歷史哥誰誰誰 蕭旭城批評 我管你咧 我照辦 我就是拼命辦在黨 拼命辦大案 到最後我一定升官 這就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好的風氣 所以今天既然因為媒體的壓力 民眾的壓力 今天這個案子已經上了檯面了 我拜託一定要查得水落石出 這個要大家 共同大家來呼籲 其實講到這個是覺得非常的悲哀 我就說 其實演都不演 連稍微裝點一下都不願意 他真的是不演 真的是非常的誇張 而且有點陰謀論講 剛才講到這個政檢沒議題 或者說黨檢議題 現在民眾指控就是你黨檢議題 民進黨跟北檢也是合謂議題 那為什麼林傳媒被查 就是因為林傳媒 可能是民眾黨去放的獨家 所以就查你林傳媒 鏡週刊是因為是檢察官放了獨家 所以鏡週刊絕對不會被查 就是說你說的 我會把握過這個新聞不是我放的 所以我查 對啊 不是我放我就查死你 我馬上查 而且馬上你看 林傳媒當天放 隔天馬上總編輯跟作者 就被約談了 對那個記者就被抓去問了 那就是一個指標 對啊 我確定不是我放的 我馬上辦 對啊 我就不演了 所以我告訴你 鏡週刊就是我的 不演了檢察署 對鏡週刊就是我的 所以只要今天鏡週刊放的 都OK 我絕對不會查 因為就我放的 是真的假的 我知道 還查什麼查 查去就是浪費時間 而且傷感情 你還要請人家來 跑一下很累 而且我覺得過分的地方是 你要放就放都放真的 你還會放煙霧彈 你拿 虛虛實實 對沒有錯 你拿這個 當然我知道了 這是辦案的一種手法 但是辦案手法 摟到用 擾亂大眾 擾亂公眾認知的方式 來進行 這是非常可悲的 因為我們到檢察官 放虛虛實實 他主要是針對相關的 可能是證人 或者是被告 有時候要去套他的話 之類的 沒錯 這個合理嘛 就是說這是一種偵辦手段 但是你把那種偵辦手段 拿來大眾 然後拿來媒體直接放話 我是覺得非常噁心啊 你對大眾的公眾利益的傷害 遠大於你偵辦案件 所獲得的公眾利益 這個東西不就危害公眾利益嗎 你這個就擾亂社會秩序啊 我們社會秩序維護法 雖然沒什麼用 但是這不就是檢察官 帶頭違反社會秩序 這本身是非常糟糕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